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机密版 699的协装油 成本是30块钱 什么意思 我没理解 国货它等于low 这傻XX你懂不懂行业 凭什么呢 你是谁呀 大企业不敢跟我PK 我们连办公室都没有 只有三个人上班 营销一个亿 是我应该所得 是一个小白 进入化妆品行业 应该怎么做 其实就是一个 今天想做一个化妆品 国货品牌 是否真的难如登天 87年的汤汤 两年前创立了 自己的化妆品品牌 吴宇年销一个亿 今天他手把手地教我们 在这个赛道创业 你应该怎么做 我是浙江人 跟来分的老板是老乡 利水人 对 10年入美妆行业 做销售 到20年是整10年 我从21年 2月份决定要做品牌 3月份开始注册公司找人 从三个人到一年之内 营修一个亿 你太厉害了 一个小白去做品牌的时候 想进入耗软品行业 他应该怎么做 首先做品牌很容易 百度上你搜一搜就好了吗 第一 人员的储备 一开始我们就三个人 产品经理 供应链 我之前就是在行业里面 我自己其实是懂一点成分的 我会看一些信息 比如说出一个产品 我就会看网上有些博主 他们会写一些博文推荐 我就看到了我的产品经理 他讲的东西很实在 而且他能给行业 一些新奇特的东西 所以我先选定他 第二个是管供应链的人 他需要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靠得住 比如说我们一个瓶 最基本的 我要这么一个瓶子 然后里面的内料 还有外面的花盒 它每个板块给你多报 两分五毛 官厅两毛五毛 你其实没什么太大概念 但是当你的建树一多 就完了 所以这个人就得 是你信得过的人 我找的是上一份工作的助理 是因为在接触中觉得 这小孩诚实 然后第三个就是财务 帮我注册公司 开各种账户 工作量不大 所以财务是兼职 只有三个人上班 我们连办公室都没有 你知道我们一开始在哪里吗 星巴克 所以三元大将已经解决 对 接下来怎么实施的呢 第一步其实就是选定产品 我就只供油皮 做一款油皮喜欢的 想要的卸妆油 然后就是产品经理的事情了 他会做一个开品的思路 油皮要的就是清爽 不焖豆 卸得干净 三个基本要求到位了 那你就要创新 做出跟其他国货卸妆油的区别 应该怎么做 整个国货市场一开始 他们会很喜欢堆料 贵的原料一直加加加 你就会发现 国货包装后面 原料就是这样子的 我就打精简嘛 就用了九个成分 跟它们不一样 这怎么能形成同逻辑上 精简其实也能做得很好 只是国内市场认为堆料 更有卖点 我用了十万一公斤的海葵香 很贵 那你其实就加万分之一 千分之一 你也在成分表上有海葵香 但你加进去的效果是什么呢 只是让你的成分表看着华丽 我之所以精简是因为 你二十个成分 就有二十种过敏的可能性 可惜物理名只有九个 你只有百分之九的过敏率 这是你当时对产品的思考 对 接下来呢 你得很现实的 你货怎么出去啊 达人渠道 分销渠道 无非是值不带货 还是线下 对 那我先找的是达人渠道 因为它不但能够帮你卖货 它还承接种草的这个行为 快速有效 那你就去选达人嘛 你就找一个有机会 在上线的一个达人 你找它的时候 它多少粉色 八百多万 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个体量 会做流量 是表象 第一它是一个很好销售 它很会卖货 第二个它是懂成分的 知道什么原料干什么 另外一个 它是想要带国货的 帮国货发生的 所以你选中了它 对 产品渠道 都定了 然后开品 你开品思路想出来 告诉哪样的工厂 我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想要 精一球一精的去打 所以找的实验室 因为工厂它要做生产 它可能配备的工程人员 没有那么多 它的生产人员会比较多 实验室就更好 打样花多少钱呢 有些人可能会说 一次五百 一次八百 包满意什么的 但是我是金牛泽 能不花的钱不要花 因为很多原料商 会专门做配方的机构 他们会有这个实验室 我告诉你 我有十万只的启定量 这十万只的原料都你赚 你打样的钱 就不要收我了 十万只的货品 需要多少钱 从哪里采购原料的话 可能要三百万 所以你是用大的量 去撬动它前面这个免费的费 那十万只其实有时候当时我画了一个笔 你要非常有信心地告诉它 我有这个量 你如果我问中 我可能起定量是一万 你走吧 OK 开始打样 我的配方不停地在调 百分之零点零零一啊 百分之零点几啊 会很精确 我记得我卸妆油打了 三十个板之后才低的 因为卸妆油最重要的油脂 我们试了一百多种 才选出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 打了这么多样品回来了 怎么找人来测试 我们内部人员都觉得满意了 我再会去找身边 我认识的油脂的人 寄过去用 到时候把反馈给我 我们会有那个感受 平分 那比如说用完之后 我很喜欢这个肤感 一点都不油腻 会不会购买 建议价格 我们就会把这个表格列好 发过去让它给我们填 看他们的反馈是什么意见 做相应地去调整 调整完之后 你要重复地再派发一遍 我们差不多用了 额外还再多了一百个人 去小范围测试 对 我这边已经收到90%的满意度了 我就递到达人渠道 他们会有自己的测试团队 其实最后一道光卡 打分就在他那 对 非常幸运的就是品过掉了 为什么 凭什么 无语可以一次性过达人的考试 第一 他们看了整个配方体系 国货里面是没有的 他们也get到我的那个点 第二 我觉得哪怕大企业大厂 他们都很难跟我开品 这件事情上去做一个PK 为什么呢 人家的研发人员不多吗 人家的研发的资金也多 但是他们不敢跨出来做新奇特的东西 所以小公司可以出奇招 大公司系统性调整成本很大 这个奇招就是你说的配方 对 然后最重要点是因为我告诉商务 我说今天这瓶东西内料是这些 我以后任何一批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其实该懂的人都懂了 什么意思 我没理解 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机密板 我们圈子基本上你第一次出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次要打市场 产品一代代去升级 外人看到的是我又有新的玩要进来了 其实内部就是降本 它可能第一次用的海葵箱是10万块钱一公斤的 到了后面一次一次它的海葵箱就是1000块钱一公斤的 内料它是有等级的 这个消费者感受不到 只有非常行业里面的人他才能会区分细微的区别 品货掉了之后就去生产 首先你要有供应链厂家的资源 你是小白你哪怕去李嘉琪的直播间 看看它什么东西卖得好 国产的你买回来看看背后的生产厂家 那你跟着他们走就没错 就不会出现大踩雷的这种情况 你就定好这个厂家 你们有几个工厂呢 我们就三个 品气 化合 内料 银子的工期最长 一般是60天 一开始我预算有限 因为我把大部分钱放在内料之间 所以我没有去开膜 我用的是绷膜 同用膜板 差一点的一个瓶子一套可能两三块 但我用的是很好的 我选的材质很好 很透 因为我打的是水感 所以就很清透 然后瓶子你拿到手上握着是有质感的 算是有限条件做到最好了 对 花合 我没有做到很精致 因为装得越复杂 人工花费越多 有时候人工就这么扭几下 贴几下两毛五毛就出去了 你十万单五毛钱 那可不就五万块钱 对 花合生产周期十五天差不多了 内料会分好几个原料商去采购 所以找一个工厂做内料就好了 加工厂 原料的采购是加工厂来帮忙 还是我们自己的人去采购 我们喜欢自己采 如果你是小白的话 你就直接交给工厂 你设计的领域越少 别人帮你承担的风险越多 你同样还是要几个厂家一起要报价 因为这时候方便你去做三番比价 这么公尺 对 不要看他们给你开多少 压 怎么压呢 比如说他说我的内料要200一公斤 你压100离谱了 可能心虚也不敢压 你先压150 也有可能你这么一压 人家说你这傻 懂不懂行业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关系到你付出去的钱 不要怕没面子 也不要怕不懂 你就压 因为你压150 他会告诉你 那我这个内料不用欧洲进口的 用国产的 他会给你这么分析的 你这个时候你会懂了 他用了一些进口的原料 你要自己往上去找一找了 他告诉你的这些进口的原料厂商 是不是真的都很牛逼 你就先自己去做一个对比 先确定他告诉你的这些信息 是不是真实 有一点就会非常重要 他告诉你 他是欧洲进口的 我会问他们 你有没有单子 什么单子 曝光单 采购单 路仓的这个桶的编号 跟你采购单上的编号 是不是一致 都是要检查清楚 对 比如说我的产品经理 会蹲在工厂 看罐装 看他们原料路仓的信息 对 在生产当中 你就需要注意的 就是一个是价格 一个他所用的原料 是否真实 另外一个就是 他每一批次 你还是要吐机检查的 所以产品经理和供应链 他们其实大部分时间 都会在工厂 就是监控 对 一般加工厂 把原料灌在一起 需要多长时间 他一个锅 灌2万瓶左右 5万瓶的话 两个锅满 你灌完就好了 一天就灌完了 对 看你的起定量 灌完之后 你放在工厂 禁止观察 5到7天 然后才能出工厂 我推一下逻辑 瓶子出来了 把瓶子运到内料 加工厂 中间这个运费 瓶子的工厂服 提前要谈好 他包运输 这几个工厂都在上海 我都在上海 怎么到我仓库呢 物流啊 那你不是 只有三个员工的 办公室都没有 哪来仓库呢 云仓啊 这种云仓都在哪儿啊 很多呀 昆山呀 义乌呀 嘉兴呀 不要太多 有一个大型的 仓组的厂房 一个大地 这里面有 三四个云仓的老板 每个人是 多少千平米 货 是吗 第一你的货 放在他那里 第二 他帮你打包 发货 管理货物 你每个月 给他多少服务费 加快递费 他每一单 收你多少钱 所以他希望你赚起来 赚这个单的钱 对 跟他谈呢 他不是一次性费用 也是签了个合同 是属于长期的 那你一年 大概有多少个包裹 如果不到的话 我可能会补掉老钱 如果超过的话 你可能价格 再给我压多小 是这么个逻辑 OK 那我们相当于 这个货 就开始可以卖了 第一次开售 是2021年的 7月14号 这边达人一直播 他那一天 直播间能卖多少单 一周 能够卖个五六千平 一个月 能进个两百万 差不多 三个人的小公司 已经运转起来了 你的现金流 动起来了 你现在每个月 能有多少钱进来 一千万 大促可能会多一点 那我们现在说 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状态 你会不会问我说 如果达人 就是没选中你的品呢 我承担词就是这意思 我磨不了达人的话 我去磨淘宝零袖店 怎么磨它 我的思路很简单 就是放弃金冠店铺 因为去找他的品牌 可能几百个 那我去抓蓝冠店铺 可能体量没有那么大 然后去看哪些店铺 它是种草能力强的 所谓的种草能力 就是卖家自己站出来 就会分享互负的日常 有一群忠实的追随者 这部分人 可能在淘宝上有几百家 那你就是一家家列起来 去跟他们聊 我把我赚取的利润 再拿出来给你做 流量的投放 快速的让四五个卖家 能够出量很大 这个品 像市场上堆量 对 卖家之间 他们是会互相观望的 那么其他人 都会围过来看 所以它还有负利的效应 对 然后循环的去种草 利润空间又足够 慢慢的这样起来了 明白 线下是零 因为线下它会设计到 你的知名度 它会有压货 账期太长了 你是很有商业头脑的 我觉得是 我们是在 国货最卷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 出来做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过来给你卷技术 卷配方比例 卷新成分 卷产品力的核心内容 我觉得是OK 很多东西需要 一个良性的竞争 但是你去卷价格 就还在执着地 去打价格战这件事情 我前端价格低了 你终究还是要回到 后端的成本生产的 在这种竞争格局上 做一个新的国货品牌 你会担心吗 我对自己的产品 非常有信心 我们上场给别人新的东西 做这件事情的意义 对你来说是什么 从小所看到 你有记忆的广告 一定是大牌 亚生兰带 欧莱雅 其实呢 很少会看到国货品牌 现在所有固定的思想 就是国货 它等于low 它就应该低价 我们的好线数是一样的 内量用的是一样的 只是这上面印的是无语 这上面印的是大牌 我这个大牌 协装有699的成本 是30块钱 成本是30块钱 它的成本只占了 整体的5% 我占了20% 普通大牌 比例跟我其实大差不差的 我不希望中国的消费者 钱是花在logo这件事情上 我一直坚信 所有美妆创始人 他们在决定做美妆的时候 都是有梦想的 大家都是想要把 自己的国货外销 走向世界 就是想告诉大家 我一个人 从三个人期盘 都能把国货做好 那么你们那些条件 比我更忧郁的人 更应该要把国货做好 感谢观看